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老和尚1994年这个《无量寿经》讲记 刚好这个前两天 我们马来西亚这边有办部法培训 因为每一次结束都是中午 所以都还来得及 赶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富为大师主 补济诸穷苦 我们学习《无量寿经》 就是以阿弥陀佛为榜样 就是以《无量寿经》 为人生的剧本 这是老上教的 既然《无量寿经》是人生的剧本 我们学的时候 都是每一句 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世待人皆悟之中 不能学的时候 觉得这是阿弥陀佛 我做不到 这个念头 就形成障碍了 因为佛菩萨来视线 他是随众身心因所之量 他应我们的鸡 所以他的表演 我们不会做不到 老儿上也是应鸡来度我们 他的教诲也是应我们的鸡 而且老儿上说了 我们一定能成佛 因为我们本来是佛 只要我们 愿意依教奉行 那是恢复本来 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这是大臣起信论的话 所以信心很重要 相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得相 而且老和尚讲经 常常尤其知道 我们河南 南洋海贤牢上的榜样 就一直赞叹 希望我们起而效法 因为海贤牢上的榜样 我们每一个人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海贤牢上也是来应鸡的 他应这个鸡 不会应完之后说 对不起你做不到 所以我们要珍惜 海贤牢上的表演 珍惜牢上 应我们的鸡 给我们的开解 包含黄念祖老居士 他有那么多工作 他一天还念三万僧佛号 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只要我们一向专念 把这个放逸 散乱的心 能够收射回来 那不知道多少时间 就不会浪费掉了 那我们建立信心 我们要转无量寿经 不能被无量寿经转 这个是六祖坛经里面 这个法杂禅师 他读法华经读了三千遍 起了什么念头 自我感觉很良好 觉得自己挺不简单的 念了三千遍 被法华经转 起了傲慢心 去见六祖 顶礼 这个头不顶地 六祖说 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他讲出了 他念法华经三千遍了 被法华转了 身喜气了 我们今天面对无量寿经 起了念头 这个是阿弥陀佛做之道 我们做不到 被无量寿经给转 我们应该要转无量寿经 把它变成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那可能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 尽忠 协会团体 就变成西方的接引战 他一接触到团体 就感受到 落实无量寿经 所得到的受用 我们展现在他面前 他一定很大的信心 你比方说 像富为大师主 师长开解到了 这个是阿弥陀佛 财不失 法不失 无微不失 做得非常圆满 他的对象 尽虚空 偏法界一切众生 上至等觉不上 下到地狱众生 平等的不失 首先是财不失 他建立极乐世界 欢迎礼来享受 这个极乐世界不是无色界 有身体 有色身 有居住的地方 有活动的空间 这些享受都圆满具足 一切随心所欲 这个是财不失 我们协会的设施 或者我们办活动的场地 让来的人 他的受用很具足 他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甚至于是刚到寝室 一走进去 好像我生活当中需要的 他们都考虑到了 连针线都有 很细 所以经营一个团体 或者办一个活动 我们要效法阿弥陀佛 大师主 法布施 我们的团体 或者办学的环境 我们有很多法语 都在启发参与的人 包含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跟这个学员在交流的时候 都能抓住一些机会点 来引导参与的人 让他感觉到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这个法布施做得很好 比方说 请问大家 手机是不是佛法 当然 我们用手机 能转手机 不被手机转 我们才敢说 手机是佛法 不然我们也有一点 底气不够 所以我们给人家办办 我们底气要够 你说吃饭 吃饭是不是佛法 是吧 你看我们办办的时候 做铁定要吃饭的 吃饭 众缘合合 万法应缘生 这技工多少量比来促 你看十存五官 这个就是佛法 这个就是念施主恩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就是广洁善缘 都是佛法 那 现在人 都要面对 同一个救援 就是这一支手机 那假如我们不探讨手机 那代表我们讲话 讲法不契机 你看这个 你上了高铁 上了交通工具 看到大部分的人 都是哪一族的人 都是低头族 所以我们要帮助现在的人 首先我们得要 转手机 变成我们的小秘书 变成帮我们积功累得 而不能 让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所以佛法就是 有界定的功夫 不被静所转 而能转静 任言君说的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你看怎么修佛法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能转悟转静 不被境界转 我们是真的不着相 不被防恼所障 你能离一切相 就集一切法 你用决性看一切悟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是吧 你看有 你不着相了 你一看到 看到头法 想到什么 三千烦恼师 看到我们出家人 心地六层清净 你看你身体上都是法 你用决性是看的 你假如用烦恼 这个人长得很丑 我不喜欢看 你看你就没佛法了 你看到眼睛 要开笔智慧眼 获得光明深 你看到嘴巴 要说法狮子吼 我 要面上无称供养俱 你看到耳朵 不要盯蝉眼 要练耳顺的功夫 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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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对 对啊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好 那说到这里 不见得大家都挺有福气的 有没有哪个这个我们现场的忍者 我觉得哪一法不是佛法 我觉得哪一法不是佛法 我提出来 好 因为我们两个月没见面了 默契再稍微培养一下 这个大家不要紧张 好 但我们真的觉得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哇 那个受用 这个就很难形容 就好像在极乐世界 六成说法 一个人提升了 就很快了 那我们一个学习的环境 假如 人事物 都能让学习的人 得到启发 这个也是我们法布施 怎么做的 更殊胜 还有无微布施 那无微布施 就是安 众生心 所以我们那种和乐的气氛 真的是余租众生 失落自己 让他来参加课程 就好像回自己家一样 没有紧张很安定 那他听课的效果就很高 但是我们也没有经历 我们有遇到年轻人 他来参与课程 过了一两天之后 他流着眼泪说 我以前的经历 觉得长辈 都在要求我 我压力很大 我来这里两天 没有人要求苛责我 你看他以前虽然是学传统文外 压力很大 所以 我们长辈不能干爱你没商量的事情 都要强迫他中奖 压着他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了 好 这个是我们实时 能够给众生三种不实 我们能持戒能忍辱 我们从不跟别人闹情绪发脾气 这个就是无谓不实了 我们常常能观察别人的需要 及时的给予 关怀帮助 这个才不实了 那法不实是 精进 禅定不惹 这个是法不实 那我们现在修学精不精进 让大家一看到 自己的状况 哎呀 慚愧啊 你这么精进 你已经工作很多了 每天还拜那么多佛 念那么多佛 你也在给他做法不实了 我们做老和尚的地址啊 我们要越来越像老和尚 那才叫他的地址啊 因为我们像他学习嘛 学是什么意思 效法的意思 那效法当然是越来越像 尤其他老人家 尤其他老人家 专攻华言经 末后 尊虹无量寿经 那无量寿经 中本华言 那华言的精神呢 哎 世事无碍啊 世事无碍啊 那我们真的把他老人家的经教用上了 我们能过上世事无碍的日子 我们就举一句他老人家的法语就好了 处逆境 随恶缘 无惩慧 业障尽消 这个逆境恶缘不是没有障碍啊 帮助自己的业障快速消除 随顺境处善缘 无贪吃 在顺境善缘中 没有几贪 没有鱼吃 福慧权限 那这两句法语其实已经包含一些境界了 都是在帮自己啊 福慧增长 业障消除 那怎么会有障碍 人人是好人 世事是好事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马上达到啊 那铁定呢 会感觉到啊 人事的障碍越来越少了 这个才是有把老儿上的法用出来啦 因为菩提道上啊 师父领境门 修行靠个人 得要自己去检查自己修学的状态 假如觉得人事障碍越来越多了 那代表老儿上的法没有用上 得要检讨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们 刚刚提到这个 学啊 这个是 效法的意思 效法的意思 越来越像啊 老和尚 那 苦记诸穷苦 我们看到啊 师长 老人家 讲到了 这是比喻啊 迷惑 无知 这样是穷啊 这样是苦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讲 穷到只剩下钱了 这个内心啊 痛苦 我们 多次提到了 十九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二十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 忧郁症 我们看这一句经文啊 古记啊 古片 旧记 众生的穷苦 众生的穷苦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 哇 啊 犹豫症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上一次 我们刚好年 过年期间 我们一起共学啊 啊 啊 我们有探讨到哦 啊 亲戚朋友 可能不少是啊 啊 就在春节之间呢 一年才见一次哦 应该好好关心他们家庭工作的状态 哦 给予及时的 法供养哦 理得 心才会安哦 哦 假如 他理没有办法明白啊 哎 他的烦恼 穷苦啊 会积累哦 哦 哦 这个心理的问题啊 跟生理的问题 都是要啊 及早 治疗啊 及早调整哦 啊 身体的治疗拖越久 不好治了 心理的问题 耽搁太久啊 那 再调整起来 也会很辛苦 好 哦 所以师长这里讲 今天讲 说穷啊 大概都是没有钱财 哦 那佛法里啊 佛不仅指这个 还指什么 没有智慧啊 这个穷呢 没有道德 是穷 哎 我们去感受感受啊 老让这些法语哦 哎 一个人没有智慧啊 他每天遇到这么多事 没有智慧只生烦恼啊 哦 内心空虚穷啊 哦 而且苦哦 因为问题越来越多啊 他没有智慧解决啊 哦 有道德 内心富有啊 恐言之乐啊 乐在道中啊 哦 你看 穷到只是钱的时候啊 哎 哎 一见到人 哎 就怕人家瞧不起他 哦 这样的内心啊 其实挺苦的 哦 没有善行啊 穷 哦 没有精神生活啦 哦 这些我们平常没想到 哦 所以最低限度啊 我们要晓得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方法了 生死出三界 没有方法断烦恼 没有方法断妄想 在这个世间 长劫之中啊 无依无靠 这是真正的穷苦 你看 无依无靠啊 生死轮转啊 你看现在众生 你看他有钱有地位啊 他的内心穷不穷苦啊 不知道啊 哪里是依规啊 哪里是依靠啊 老和尚接着说了 我们今天呢 真正找到依靠了 我们靠阿弥陀佛 我们靠无量寿经 我们靠观音世智 这是我们净土中的三宝 ärt 我们靠 我们咦 我们咦 阿弥陀佛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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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菩薩 大勢之菩薩 觀音是慈悲 慈悲的人 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都是善行 精神非常富有 不窮苦 我們看以前許哲女士 都已經是一百多歲了 還照顧幾十個比他小的老人 你看他 我不用照顧自己 老天也會照顧我 你看他 很富有 一點都不窮苦 其實他也沒什麼財產 而且大師之菩薩是理智 不理智啊 每天處理的事都有流逼 很苦啊 老和尚這裡說 這個 我們有依靠 像小孩一樣有父母依靠 沒有依靠是孤兒啊 很可憐啊 看雲雲眾生 無依無靠的 太多太多了 想想自己啊 好幸運啊 這讀到老和尚這麼講 我們很幸運喔 很有福報喔 要珍惜這個姻緣喔 醫子啊 三寶 死心他地啊 全身靠倒這一句阿彌陀佛 珍惜這個機緣 這個 苦樂盲險 莫停生啊 如是 信聞如來亦方便啊 找特別法門的被我們遇到了 你看我們就 老和尚這裡還有一句啊 就是念佛 其實我們就指在這一句佛號啊 萬得鴻鳴 人 人滅重罪 這個苦能夠去掉啊 那鴻鳴鎮章自性 我們的智慧啊 就在念佛當中啊 透出來了 有一個 念佛的榜樣 他叫王呆頭 大家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他前世有障礙啊 一般的人說這個叫精神不太正常的人 有一個修行人看他很可憐啊 就收他為徒啊 這個師父一看 我看呢 你也修不了其他什麼法門 就叫他念阿彌陀佛 他一開始念的時候一句話都 念的這樣拉的很久啊 慢慢念慢慢念 最後念到有一天哈哈哈哈 大笑起來了 他的師父以為他發什麼神經 拿著棍子要打他 他說師父啊你不能打我 這叫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啊 這都是真實的 例子喔 我不知道大家聽了這個例子 產生哪是什麼感受啊 人家業障那麼重都可以念到 自得心開 我們要有自欺一點 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業障啊 無量壽經裡面講的 若於來世乃至正法滅使 當有眾生植諸善本 以成供養無量諸佛 尤比如來嘉威利固 仁德如是廣大法門 攝取 攝取什麼 你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啊 就攝佛的功德 為自己的功德 哇你看 全攝佛德成自德 你看這個智慧得能福報恢復的速度快不快 哇我們有依靠喔 這句萬德鴻鳴 可以依靠喔 暫時勝好 勝於布施百年啊 快速提升智慧福報得能 就是老實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啊 菩提心中皆佛光啊 福慧善根至長 一向專念莫彷徨不用擔心了 所以人家夏年居老居士一遇到念佛法了 不彷徨了 笑了三天 我終於可以出去了 有遺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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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 心啊 安定了 有遺歸了 那不能只有自己有遺歸啊 要有責任呢 幫助更多的人 因為 雲雲眾生啊 都是長節輪迴 無依無靠啊 當來一切寒靈啊 皆依此法 而得度多啊 才能出輪迴 沒有出輪迴啊 沒有解決問題 他還要指 不知道 無死劫 在那裡受苦啊 無死劫又無死劫了 這個不好說了 所以下一句經文說了 另比 諸 群生 長夜 無憂老 這個諸是各類 那諸群生 應該就包含了 上至等覺不上 下到地獄眾生 都包含在這個諸群生裡面 我們剛學完 第六品 後面發的願 都是為無煞法的 真的是廣度 九法界眾生 阿彌陀佛的大願 那長夜無憂老 這個長夜 就是 辟喻啊 這個沉淪生死輪迴 就如長夜一般 那我們能把這個法門 介紹給眾生 他才能長夜無憂老 那像 這個前兩天 在佛羅彌陀村 這三天的課 就是 會長 理事 幹部 培訓班 他們的角色都是護法 護法功德 大過弘法 因為有好的護法 弘法的人才能安定教學 不然 紅法的人 再有智慧 再有能力 他發揮不了 而 我們 護釋迦牟尼佛 往後九千年的法 好 首先要先護自己 護不好自己 要去護佛法 那不大可能 要去利益眾生 不大可能 我們 我們最近 剛好 跟同學們在 學習四書 首先是大學 悟有本目 事有忠實 之所先後 則盡道理 我們要去護法 本是什麼 要先護自己 這個不能亂掉了 而末法 大吉經說 末法時期 一億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所以末法九千年 淨土的弘揚 在佛門當中 是重重之重 我們今天遇到淨土了 又遇到老和尚這樣的大善之事 對我們來講 我們這一生 成佛的機緣成熟 我一定要出去了 要往生做佛了 同時要盡力 受此往度生死流 不是往生才跟阿彌陀佛 同心有同意 願同德同行 現在就要了 所以相應很重要 要跟佛心相應 這個是要我們自己去檢查 修行靠個人 師父領進門 應主曾經講過那一段法語 我們印象也很深 念佛之人 必須心心長存忠術 無量寿經講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無有餘者 疏無怪也 這個是不是術道 是啊 縱使身子諸苦中 如是願心永不退 這個是不是靜忠 裡面 這些法 跟忠術 相應 事事 處理任何事 純忠術 心心提防過千 不讓自己身口一三夜 照做二夜 知過必改 一個人有過不改 那叫負長 一負長 心就不光明 阿彌陀佛是無量光 我們心裡還有不可告人的事 這個對往生會形成障礙 要發入懺悔 讓心地恢復光明 那當然 老而上說的 懺悔是後不再造 這個實質的懺悔 一個人能夠後不再造 是因為他對於那個錯 他有痛聽失痛 他才能後不再造 他覺得我違背了我的自性良知 我不願意再幹這樣的事 不然 很容易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 不容易改過來 所以知過必要改 我們自己感受感受 自己有過不去改的時候 其實心不坦當的 還得有點遮遮掩掩掩 可能遇到修學精進的人 還要稍微 閃到另外一條街上去 不好意思看到他 這個大學說 見君子而後掩然 掩其不善 而助其善 你看這樣的心境跟無量光的不相應 好 當然剛好大家有遇到 很有修行的人 或者是 還遇到出家人 你可以跟他發露倡粉 當然你要確定 他很有口德 這樣你心可以清涼 有可能他還指導 怎麼樣後不再照 有人 有人 這個看到別人懺悔 一下他很激動 有時候人 這個太激動 就不夠理智 考慮事情 太激動了 回去之後 就把他做過的這些 所有 錯事 對不起他丈夫的事 全部跟他丈夫講 結果他丈夫 承受不了跟他離婚 這個就學的有點過了 你講話的時候也要清楚啊 他是你先生你要了解 他的承受度到哪裡 你不要一直沉病 忍悔會不會變成一種執著啊 你太過了才變成一種執著 沒有顧慮到 剛好你又有幾個小孩了 那不是後面 延伸出問題來了 學佛是理智 不能聽一個法 變 調動了整個很激動的 性格出來了 所以很多學佛人做出來的事 讓家裡的人 很不能接受啊 所以老婆上說的 學佛是讓我們放下 安 放下習氣 不是換對象 增長習氣 變得很激動 更激動啦 本來就很容易固執啊 學了佛 更固執 我曾經遇到那個 有一個同學來接我 我一坐上車呢 他給我講的第一句話說 我最怕遇到學佛的人 我說你這一句話 可不可以修正一下 我沒有說他錯 你看這個是言語的進退 你說你這句話錯了 他馬上 不是很舒服 出言要順人心 柔和直指 言語還是柔和一點 這句話可不可以修正一點 修正成 我最怕遇到學佛執著的人 他說對對對我就是這個意思 我說你這一句話說 我最怕遇到學佛的人 老和尚也學佛 你這個不是一竿子 把老和尚這些大修行人 你都把他打翻掉了 我這個口業不好算了 所以口業很容易照啊 你一激動啊 那句話一出去啊 可能毀謗了很多現仙人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那就麻煩了喔 我曾經 遇過一個公眾人物 我們就不講他啥名字了 好 我想跟他保持好的緣分 說不定到時候 還可以介紹他 懺悔 求願往生其樂世界 好 因為他講了一句話 他自己出軌了說了 我犯的是所有男人 都會犯的事情啊 這句話 因果啊 不太好算 所有男人 哎 那男人裡面 有在家佛耶 有在家菩薩耶 有在家 羅漢 哇你這一句話 就為了要掩飾 唐掩飾真一股 這一股 大了大了 所以這個 當然啊 我們聽到對方說 最怕遇到學佛的人 也在提醒我們 檢查檢查 我們有沒有越學越止妥啊 我記得啊 我第一年教書 到鄉下去教書了 我們都希望多落實老上的教會 毫無保留的幫助他人 因為那個菩提心灌注在整個生命中啊 我聽了 有超過三百次 好多法語啊 這個終身難忘了 其實有一些法語是聽一次就不會忘了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老上說了 這個 有人問我唸阿彌陀佛 那老上怎麼唸阿彌陀佛 我心目當中 一切眾生都是阿彌陀佛 不是把眾生當作阿彌陀佛 眾生本來就是阿彌陀佛 我對一切眾生的供養 跟對阿彌陀佛 決定沒有兩樣 這種法語還要聽第二次嗎 而這樣的法語啊 是老上自己修行 功夫和盤拖出來 我們馬上接受馬上照做 哇你的成就 會很快喔 可能入境界喔 比老和尚還快喔 請問 當老師的人 最希望的是哪些師 學生超過他 而他在講法的時候 為什麼老和尚常說 我是被十大願望倒歸極了的 道道上說這個就是師臣 我曾經走過的彎路 讓後面的人不用走 這叫師臣 所以我們假如不折不扣 聽老和尚的教誨啊 那老和尚 菩提道上的彎路 我們不用走了 那老和尚 這個修行的真功夫 我們都去效法了 真的越來越像老和尚 平等供養啊 修平等 我們不修平等 就分別心就出來了 那就會越修越分別啦 越修辱越執著啦 我們聽完老和尚這段法語 接下來 看一切人 都是阿彌陀佛 當你呢 突然念頭起了 他過去的哪個行為 你不歡喜的 趕快提醒 他是阿彌陀佛 你看這一法 會讓我們 去見人家的過 會放下 過去的成見 這樣我們才能修普遷行 第一 禮靜諸佛 我們跟他沒有對立的情緒 廣修供養 他縱使有錯啊 我們沒有放在心上 這樣我們才能理靜 然後想方設法 幫助他 調整這個故事 這是供養啊 在調整的過程 不忘了 還能肯定他的優點 往往我們一践踏過了 理靜 理靜不了了 稱讚稱讚不起來 也不想共養 也不想共養 普遷行做不了 那我自己 當時候也是二十 七歲 我第一年去教書 就記得老上這一句 毫無保留 所以住在宿舍裡面 也有其他同仁住宿 把小孩帶來了 他孩子好小啊 我們馬上感覺當媽媽 容不容易 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小孩 是不是佛法 有沒有再給我們說法 有沒有讓我們去設身處地 一個當母親當家長的不義 不然喔 我們這個沒結婚的 都不能體恤人家 這個有家庭的人的 不容易啦 講起法來 站著說話不腰疼 不死人間煙火 通諸法性是氣禮 達眾生向氣急啊 縱使我們是出家的人 一講 法師好理解我啊 是吧 那這個設身處地 那不就是你在很多靜緣當中 你不斷能提起這樣的心境嗎 當時候 我一看 夠累的 帶學生很辛苦的 還有一個孩子跟他住在一起 因為我們要輪流當導護啊 維護孩子的安全呢 在馬路那邊 職日啊 當導護了 我說你這個禮拜別去了 我去吧 我帶你去 看到 同事有什麼需要了 我們能幫的 盡量幫 後來啊 差不多應該過了超過一個月了 有一天下了班呢 還待在 辦公室 那幾個同事啊 剛好一起交流 聊天啊 聊聊聊啊 突然有一個同事啊 眼睛瞪著 他看著我說 你是學佛的啊 我們說聽師聰啊 我都應該跟他相處了一個多月了 他突然可能聽我講話 可能是我 我的言語當中啊 可能有佛教的名詞啊 他 你學佛啊 我在想說 他本來的印象 不知道學佛是啥樣子 是不是都是稀奇古怪的樣子 跟人格格不入還是怎麼樣 我也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其實跟他們處得不錯啊 因為我吃素嘛 他們有什麼素的東西啊 他們會拿給我吃啊 所以我那個同事啊 給我說法 他那個表情眼睛眼神 我印象深刻 我可不能搞成讓人家 看著很奇怪的佛弟子啊 我們人精一試啊 長一智啊 好 好 好 那所以啊 你看我們 這麼幸運 聞的當生成就的法門 現在看眾生墮落的速度那麼快 我們在讀到這一句啊 令筆諸群生長夜無憂鬧啊 這個是能讓眾生 安樂安心的法門 我們要護好法啦 那我們要護好法啦 那護法 發了心就會做護法啦 是不是這樣 一個人 生了兒子 就會當爸爸 就會當媽媽了嘛 我們人生要扮演好 每一個角色啊 都是要學習 甚至要 做 專業培訓 專業訓練啊 這個不可少的 所以今天我們 讓一個人投入護法的工作啊 我們沒有好好培訓他 這是到時候他在工作的過程 很多習系都現前了 造了很多業 我們是他的領導有沒有罪過啊 這有故事喔 我也是跟一些 團體負責人有時候在交流 我們不能看到一個工作人員犯錯了 就把責任都推給他 就把責任都推給他 他現在所產生的錯誤 跟我們沒有很好的 一開始就勝於死的護持他 用什麼心境工作 應該用哪些做人做事的方法 往往都是什麼 一直用他 用到他習記現前了 然後就把他拿掉 鐵定跟他結怨啊 鐵定跟他結怨啊 我付出了那麼多 受到這樣的對待 我感覺啊 我們是要去往生的人啊 不要跟任何人結怨啊 隨緣消就業 不再造新揚 你看人家企業界 還沒上崗以前呢 首先入模子培訓 有專業訓練 像我們出家人也有專業訓練 承德去授三壇大戒 這屬於專業訓練 要不只受沙弥戒 比丘戒 還要學沙弥律儀 學比丘戒 受菩薩戒 還要學凡往菩薩戒經啊 要好好照著去做啊 其實受戒啊 不管出家在家 最重要的 得戒體啊 你得了戒體啊 你在一切境界 它會起作用 你就不會去 隨順習氣造惡了 戒體就是誓願力 菩薩戒 願斷一切惡 無惡不斷 願修一切善 無善不休 願度一切眾生 無一眾生不度 我們在 這個三師面前 都是佛門當代的高僧 在他們面前說謊話 這個罪過 跟跟一般的人說是不一樣的 這個欺狂如來 欺狂高僧 這不好玩 所以我已經跟老兒上承諾過 弟子願意承擔 我假如不去承擔 騙老兒上 這個因果不敢背 不好玩了 不過我有老兒上的法 沒有壓力 大家也不要聽我講到自己 有點沉重 因為老兒上已經把法 這個 點撥我 教導我了 把心用對就好了 學起來簡單了 不複雜 我把我的心念管好了 我所負責的事情因緣 就往好的方向 發展了 所以這個受戒 重在 得這個戒體 其實就是 自己的願 不要忘 像我們是點戒八 這個就是效法 釋迦牟尼佛 我們是跟他老人家學佛 他是我們的本師 他在修道的過程當中 看到動物 有生命危險 老鷹要吃這個鴿子了 老虎 要吃這個眾生呢 是這樣摩尼佛能夠捨自己的 身上的肉 去救眾生 我們是效法這個精神 燃生共佛 可以為眾生犧牲 釋迦牟尼佛當時候 遇到 提伯達多 他們把這個 五百隻象灌醉 往佛陀要經過的地方 把這個 大象群 就整個 讓他衝過來 來 結果千鈞一伐 佛陀把手一舉起來 五百隻水 最像 就很溫順的 全部趴在地上 這個魔王看到這個情況 很驚訝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 有這樣的能力 就去問佛陀 佛說你去問地神 他真的去問地神 地神說 這個娑婆界 任何一片土地 都有釋迦牟尼佛 為眾生流過血 犧牲過生命 所以他有這樣的力量 功德力 所以這個故事 印證了法華經說的 觀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 吾有如戒指許 那個戒指 一個菜籽 那麼小 的地方 非是菩薩所生命處 菩薩在那麼小的地方 都捨過生命 哇 你看佛 釋迦牟尼佛 我們真的 聽完這一段話 以後你在走路的時候 看到地 想到什麼 每一寸土地 都有釋迦牟尼佛 為我們 犧牲生命 佛恩浩大 所以勸發不利心文 擺在第一個是 念本施恩 所以 效法師叫牟尼佛 我們要能為眾生 犧牲奉獻 我們 這個出家人 不能 一天 睡七個小時 八個小時 睡這麼久 的話 那 釋迦牟尼佛 都犧牲奉獻了 所以 睡覺要慢慢的 能夠睡得少 好 那我呢 功力不好 都是被環境所避 慢慢練 應該是要自己 發願說睡少一點 結果佛菩薩知道我根性沒那麼好 製造一些因緣 讓我少睡一點 因為這四十五天 剛出來 四十五天沒工作 以前是打開手機 微信 登登登登登 要叫好幾聲 不是叫一聲而已 什麼 結果 靜忌四十五天 一件事都不用處理 哎呀 好 我本來是想說 最後一天才發手機給我們 沒想到 出來 好像前五天還是前六天 就發給我們 當他宣布要發手機給我 我好不願意 所以這個 進去之後比較清醒 這個手機啊 不是好東西 當然了 靜緣無好醜 手機也沒有好醜 我們剛剛說的 你能夠轉手機了 他就變成秘書了 他就變成幫你激功累德了 結果現在 受戒一出來 事情啊 比進去以前更多 因為激了兩個月 好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假如起個念頭 哇 我再回去吧 這個時候要練 平等性 這四十五天 跟出來平等 我們入了佛門 佛門叫什麼 不惡法門 都要在境界當中啊 練不餓 練不要去分別 都一樣 都歡喜 在裡面受戒 珍惜受戒的因緣 出來工作 珍惜工作的因緣 到在平常中啊 要平常心 不能起 比較 就深煩惱 好 所以我們本身呢 也是進去受 這個專業訓練 那出來呢 要處理的事比較多啊 可是呢 那個生理時鐘啊 還是三點多四點起床 喔 那就一天 差不多睡 不會超過五個小時啊 晚上啊 當然中午一定要補一覺 不然真的會震亡 結果出來 也已經 超過十幾天啊 今天28號了 陳德16號出來了 狀況啊 慢慢慢慢 挺好啊 臨著轉 只要我們的心念 不起煩躁 甚至什麼 歡喜 哇 培訓三天 能夠見到 二三十個 進宗學會這些幹部 這麼好的機緣 能夠 往修供養啊 而且你看到 這麼多人發心啊 你也受到他們的 加持啊 哎呀 這麼年輕 就出來做護法啦 也敢配這些年輕人的 陳詹啊 好 所以這個 要學釋迦摩尼佛 犧牲奉獻啊 不能太享受了 要吃好 要睡 睡很久啊 這個 還是以戒為師 以苦為師啊 不能這個 就是 現在 現在 我們當佛弟子啊 老和尚弟子福報都很大 在福報當中啊 不能想啊 想了 容易墮落了 好 好 所以我們 弘揚淨土法門呢 在末法時期啊 就顯得非常重要 好 眾生要靠 唸佛啊 唯一唸佛 得度生死 好 那 出生眾善根 成就佛弟果 老和尚這裡有講啊 世間善根 是不貪不撐 不吃 這個 因為沒有真正的智慧啊 都有貪嗔吃 貪嗔吃叫三毒煩惱 我們不念佛啊 其他念頭就冒出來了 我們仔細去想一想喔 我們為什麼會冒那些景象出來 裡面有沒有貪 因為我們有留戀啊 這些景象才會常常出來 我這一次45天過程啊 我也發現喔 以前工作 每天 時間都不夠用啊 比較不會冒很多 景象出來喔 進去 進去了 事情少了喔 唸佛唸著唸著 會想到 蘭彼得的風景啊 那我這一輩子的努力就化為烏油了 想到順境啊 善緣啊 跟誰處得很融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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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還會冒出來 哇 我就要高度警覺了 劉書雲老師說的 我心裡不裝人啊 裝人愛真多 大家注意喔 我沒看到貪嗔痴三個字 好像跟我不是太有關係喔 其實我們念著佛啊 會冒那些妄念 那些妄念本身都有貪嗔痴 首先是著相啊 不著相 就不會冒那些念頭 著相就是愚痴的 所以念佛即是至心獻 一不念佛 須於被念佛之心 刹那就是結業之所 所以我們肯好好念佛啊 煩惱清就智慧長 我們有智慧啊 我們就不生這些煩惱了 所以這三善根呢 從真實智慧出來 我們感覺感覺 今天我們去打佛七 念了七天的佛 一定煩惱清智慧長 你剛出來的時候 看每個人都很可愛 都很願意去付出啊 因為你佛號多啊 念佛即是至心獻 你有智慧啦 要保持喔 一不保持 又有煩惱息記起來了 那可能就要生貪嗔痴了 所以行柱坐臥 穿衣吃飯 從朝至暮 從暮至朝 一句佛號 不令間斷 我們真的往這個目標去啦 你欲敬逢言呢 真的能出身眾善根 遇到任何的靜緣呢 不貪不撐不吃 肯去幫助別人 而不撐很柔和 面對境界很清楚 不預知 那出世間善根呢 只有一個精進 我們成年人啊 去做一件事啊 很難是別人說服我們 連老和尚 高聲大德 容不容易說服我們 我講話怎麼點到這裡 不然就有點壓迫大家 要承認 我曾經跟大家 交流到 這兩天 培訓的時候我也有講到 夏蓮居老居是 淨語當中有兩句 若要佛不離口 先須諸不離手 我說聽過這一句話的 同修請舉手 有好多位啊 同修舉手啦 當時候啊 我就把這個 這個 練佛器 這個 還是用鑽的 像佛珠一樣 我就拿起來 我說請問大家 你現在手上有佛珠的 拿出來看一下 大部分的人沒有 真的 成年人 除非他認知到 真的是這樣 不然明明他都聽過了 那一句經文還是那一句經文 還是他 那我們悟到什麼 成人不能用說服的了 到時候變成我們太強求了 所以我現在 領悟了 不執著了 旁邊這些年輕人 我不執著要拉著他走 是吧 我現在衝啊衝啊往前衝 願意跟上來了跟上來 是吧 要放下執著了 年紀再輕 成年人 要他願意勉強不來 所以有時候看 是我洗手不是他執著 是我們太強求了 所以除非他認知到 真的喔 佛號的功夫 要能練得成 一定要拿佛珠 其實不拿佛珠 很可能他的警覺性不夠高 我們什麼時候念佛功夫要成 答案是什麼 昨天 大家想是不是 你假如不是昨天成 今天無常來了 那只有一條路 不要講死路 人家聽了不高興 只有一條路 輪迴 對啊 所以對無常警覺性很高的 他一定積極的要讓自己的功夫得力 要早一點拿到往生的把握 西方極樂世界的pastport要早一點辦好 其實啊 我們聽老和尚講 不知道講過多少次 趕快要拿到往生的把握 趕快先見佛 你的心就安了 大家聽過這句話沒有 老和尚還引經句點 鼓舞我們喔 大師事菩薩念佛原通章講了 义佛念佛 現前當然 不是臨終啊 义佛 我們思為佛的經教 思為激邦極樂世界的一正莊嚴 我在效法阿彌陀佛 义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個發四十八願 他的那種承擔 他的那種平等心 他那種考慮事情很周到 你看長相都一樣 不然去了就生煩惱了 應該考慮這麼周到 我都在效法他 這都是义佛 我啊 那义佛念佛 現前當然 真的 你一見阿彌陀佛 他告訴你什麼時候來接你 你心就安了 當然你假如沒任務了就趕快跟他走了 不要節外深知 這個 這個營車法師厲害 他有自知之明 十年陽朔我不要了 就跟阿彌陀佛走了 所以老和尚的經教啊 我們要 聽了那麼多事師父領進門 但是要 拿到往生把握 那是要靠我們個人 勇猛精進 其實要敢佛來 難不難 一念相應 一念佛 所以敢 那是相應了 就敢著來了 真信切怨 這每一生都很懇怯了 你看營科法師夠懇怯的了 三天佛就來給他見了 並不是要很長時間 所以我們沒有精進的 去拿往生的把握 說實在的 我們對世間有留戀 可能講到這裡我們不一定承認 我們哪有留戀世間呢 其實我們看看昨天 看看今天 我有沒有動情緒 我有沒有動心 有了 一定是對這個人世間的人事物 有留戀 這檢查要檢查清楚 不然每天 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一是不知非 則一日安與治世 那個剛好啊 因為我們是 這個護法培訓 所以有講到君心師 講到六合徑 還有講到六合徑祈禱文 因為分享課程 都有佛菩薩加持 不是自己的能力 可以辦到的 那 也提供大家做參考 當然也請大家做兼學 當然也請大家做兼學 因為我們都在鴻滑正法 成者講的 不妥不如法的地方 還請 諸位忍者指正 大家發發慈悲 我這個屬牛的人 都是衝啊衝啊 衝在第一線 所以 往生把握 老話上講了好多次了 我們不能 聽完 一兩天很靜靜 後面 這一件事又忘記了 那 人要感受到 真的要拿往生把握 他才會棄而不捨 他認知到 所以 張家大師說 看破難 放下容易 他認知到了 不能往生把握 太危險 其實往生最重要的 放得下時間 老話上說 為什麼隨時可以走 世出世間 都放下 那就 他又想求生的話 那就沒有 人事物把他拽下來了 所以我心裡 不裝人 裝人愛真多 我心裡不裝事 裝事是非多 我們這一兩天 還沒有在人事在那賺啊 賺啊 警覺性要高了 我們都已經是 秋天冬天的人了 才有幾位是夏天 夏天也要注意 不要一聽夏天了 馬上下一個念頭 你看人呢 不關自己的心念 當下那個念頭 就在障礙自己 我今天 這個昨天 有一個傳統文化的老師 是 四十出頭 腦中風去世了 無常啊 比我年輕好多歲啊 我們在戒期期間 四十五天 二十天左右 有一位出家人去戶戒 也比我小啊 也是心臟病發 也是心臟病發 我還在旁邊參與急救呢 我也在那裡按按他的 這個這個 內觀啊 這些部分呢 我們一百多個 兩百多個人受戒 上去分享心得的人呢 幾乎都提到 這一位出家人 給他的 震撼啟發最大 所以佛說的 第一個最殊勝的 面頭就是念死 那個無常的警覺性就很高了 決定了 不會戳頭光陰的 不會讓一秒鐘空過 不會讓一句話空說了 這個是正法念觸經教的 跟映竹的 教誨完全一樣的 映竹說 死字貼在額頭上 所以這個 一日無常到 幫之夢裡人 所以我們 你看為什麼老和尚說 我們用一年的時間 拿到往生的把握 講給誰聽呢 我們要關照關照 我們在聽經的狀態 一聽老和尚說的 用一年拿到往生的把握 誰誰發發心吧 誰誰發發心吧 絕對不是我了 老和尚 都用他的智慧 威德在護持我們 趕快拿到把握 現在老和尚圓急了 沒有人苦口婆心在那兒勸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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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刚好 回忆起老儿上说的 一年拿到往生的把握 主位同修 我们也一起来 落实老儿上这一句 真的依教奉行 老儿上的一句话 你一年就可以拿到往生保 用真心 回也三月不为人 为什么讲三月 一个人 三个月之后 可能就变成一种习惯了 念佛即是自兴现 我们没有面对静远的时候 我这个佛号不中断 这个时候要记住了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他真正体会到了 我真的没有剥佛珠 我的念头就跑出去了 没有这个提醒不行 他真的认知到了 他就不敢掉里情形 所以成人不能被勉强的 我们已经行住坐卧 都提醒自己 佛号要提起来 一有静远 老儿上说的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世带人接入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那我们只要面对静远的 都是寄功会的 叫助修 应没有事了 老大让我们佛号提起来 正修 正助双修 我们从前从从 譬如昨日时 过去的日子 过去了 我们要珍惜老儿上的法身设立 太珍贵了 以前没有重视 现在这些法语不能再玩弄消遣了 现在当下就去落实 好 我也要好好带头 我们出家人不能带动在家人 这个我得到地狱报道 施主一令 大如虚弩山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出家是专业修行 专门干修行 弘法立身的事 本分事 好 那我们刚刚是提到 出世经善根是精进 精是存而不杂 一门深入 其实啊 可能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听到这样的教诲 我看愿意这么干的人不是太多 因为他本来的习惯是什么 求知欲 好像学很多啊 心里比较安 他有那些惯性在 偶尔大师提醒我们末法众生 三点 其实真的越来越感觉 这些祖师真的是同体大悲啊 那些教会 太精辟了 我们好幸运哦 身为中华儿女太幸运了 你看四大名山都在中国 历朝历代你看传了两千年 这些祖师都是成愿再来的 这些教会都在 你就认认真真 给他学几句啊 你就泄脱啦 那么大的福报 把他折掉了多可惜啊 你看邢安大师劝发不敌心闻 这一篇教会 你好好去落实 你这一生一定成佛的 往生做佛的 他一篇教会里面 他的智慧是圆融的 所有的经教 他都讲到了 都是他这一篇 卷发不敌心闻的注解 他们开智慧啦 他一说法圆了 我举个例子 大家应该能再感受感受 印光祖师有一段很短的话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境下核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好短的话 三伏六合 三学六度 五贤十愿都在里面 我们真的要如贫得宝 少走太多弯路了 第一条 末法众生寻 好多不好精 就是不能精进的 贪多 怎么放下贪多呢 我们修学好多年 我们自己感受感受完 哪一部经我学得很深入了 你喜欢多 到时候感觉 好像每一本都忘了 忘了 那在境界当中能不能用得出来 用不出来 我自己真的是很幸运 我的善根不足 但是比较幸运 刚好都是佛菩萨安排的缘 让我钻一部经 钻了好几年 这个是老和尚的慈悲 让我出来分享传统话 先讲地纸规 讲了好几年 知道钻经一部的好处 讲了几年以后 刚好老和尚强调文言文很重要 我就激动了 弟子愿意承担 我给老和尚开了支票 好几张 阿弥陀佛 老和尚在长吉光 一定会加持我 我有这个信经 后来又说群书制药很重要 我又激动了 又跟大众分享 奇怪了 我也没有说 得要几个月准备这些课程 就是因为几年 就讲一部地纸规 你所看的 这些教理都会归到地纸规 你所经历的事情 理事不二 经历这些事都会归到地纸规 所以可能讲一句地纸规就举例子 把生活中发生的事就举出来了 一精通一切精通 你鲁家的哪一部经 不是教五伦八德 你在一部经把五伦八德 很深很广的 去理解跟运用 下一部书再拿过来 不是也讲五伦八德吗 可能你一接触 很容易就理解了 讲学的人最重要的 不是知识的积累 而是自己心境不断的提升 因为你讲学是从你的心流出来的 你心境没有提升 你哪怕是副讲老和尚的 色受力怎么出来 有口无心 再不小心副讲副讲 自己的东西出来了 那就很危险 因为你心境不到位了 你可能不够老实了 就加自己的东西进去了 所以这里提到 你看老上一直在讲 存而不雜一门深入 也只有自己认知到了 才肯这么做 成人的世界没办法勉强 我是比较lucky 没有被要求 但是这个姻缘任务刚好是这样 得到专精的受用 老和尚还举例子了 你看谈短道错 这些祖师都是榜样 一身砖讲弥陀经 又举廉词大师 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物 八万四千行 饶与他人行 我们现在一部无量寿经解 整个四十九年 佛所说一切经教 精华都含塞在里面 李秉兰老师也强调 你学经教 一定是一步学通了 再学下一步 比方说一些基础经典 一定还是要专精 今天碰碰这一本地之规 明天碰碰了凡视讯 后天再碰一下余境义功 碰到最后一本也没有深入 这个是学习的原则 我们还是要掌握住 下一句 成就菩提果 这个菩提果是原教的佛果 究竟圆满的利益 所以我们把这个法门 介绍给别人 这个不是普通的故事 这个可以帮助人成佛 在一切诗中 一切故事中 这是至高无上的故事 如是妙法性听门 因常念佛而生习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能 真善有 而且它是顶法 你看华言末后 十大愿亡 倒归极乐 补贤菩萨 倒归极乐世界 他的普贤行才圆满 所以这个 从这里就看出 这个法门的殊胜 我们要更加珍惜 而且有责任 有义务去推广 念念 把这个经本佛号 辗转流通 所以老和尚接着说了 大家要回去的 多拿一些法宝回去 跟人家结缘 诸位忍者 你们车上有没有法宝 我出学佛的时候 我的身上随时都有法宝 你们觉得这么好的东西 不介绍给人 对不起人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一定要把三种布施 变成我们的 我们说血肉 跟我们融在一起 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积极的流通 这个法宝 度众生 都跟佛心相应 往不往生 心是根本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 形同阿弥陀佛 好 讲到这里 今天讲的内容 不知道 有没有 不了解疑问的地方 可以提出来 什么事情都有十节因缘 我们现在不探讨一下 你可能 这个疑问 就石沉大海了 大家有没有经验 好好 我去问 后来没问了 就没了 我跟 这些护法们讲 我们有很多还要学 我们才能把护法工作做好 心有疑 谁杂技 救人问 求缺义 这句话我们很熟悉 那 我们得问问自己 我有没有养成 义有疑了 我去请教 的习惯 还是有点得过且过 那个疑没有去掉 假如今天 刚好无常来怎么办 那 很可能就随着这个疑的念头 去投胎了 都有可能 而且我们 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心不够 我们真的有责任心 我教理要不断融通 我要提升 任何人 学佛有疑问 我都能护念他 那你一定很主动去请教 主动去提升自己 就像成德那时候 在小学服务 我也看着这个三十五个 六年级的孩子 眼睛瞪那么大看着我 熬熬太普 什么 我得用伦理道德因果 忽念他们 不然他们面对的社会 比我面对的还复杂 我真的感激他们 他们每天都在鞭策我 我还有那么多道理不明白 我怎么忽念他们 那个机会点我也掌握不了 怎么诗 经现在说法 你看老和尚常常说 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 这个说法不能见断 你看老和尚 他也给我们做表率 效法释迦牟尼佛 不中断 因为虽然这个法门好 但是你不长期熏修 可能很难深入 所以老和尚也说 他寿命长 真的把这个无量寿经的理搞透彻了 那这个都要靠长期熏修 当然 我们能医治老和尚 他的法身设立 我们能够将他老人家这些教诲 他讲了六十多年 尤其跟净土有关的 我们能截取精华 来供养大众 更重要的 我自己的要 带头修行 带头老实念佛 带头看破放下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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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教没有 只是讲 人家心里也不 那讲了 哇 这个果那么美 还是没有办法 这个 带人往生极乐世界 好 这个 谢谢刘老师 发问这个问题 这个 不好意思 因为我也是 这个缘起 给大家 这个因为 这个缘起过了 就没有这个缘了 也借了一下刘老师的这个缘 我们在 问问题的时候 也要很清楚 提出来我们硬 而且 刚刚 这个刘老师也说了 那法生你受了戒了 那你什么时候 要给我们讲戒呢 请问 成德礼拜三的时候 有没有讲戒啊 四十八月的时候 我又没有讲戒 设心为戒啊 心不能放逸啊 认知到重要的时候啊 一有机会论到那个重要的 修行关键呢 一定要做供养 因为戒为无上 无敌本 当然 这个也 感受到 这个刘老师要情转法轮 他希望 成德 就在家居士 持戒 是不是能够跟大家 多交流 那 这个成德 希望能满你的愿 但是自己戒还持得不好 没有底气 好好持 这是真的 这不是客气话 好好持一段了 那 戒律很重要 是张家大师 交给老上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弟子 应该好好受持 好好来承转的教会 好 谢谢 董老师刚刚分享这个做法 也呼应 四一法当中有 一意 不一语 因为我们拿佛珠就是提醒 这个 这个 意理在这里 不然 假如做不到拿佛珠了 那他可能就生烦恼 他了解到 这个拿佛珠就是为了 不断提醒自己念佛 我能想什么方法 让自己不断能念佛 因为我不能拿佛珠 那为什么说我们 分享的课程 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反馈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课程 在进行的过程 很可能有听众 比方说 刚刚我们董老师提出来这一点 就有可能 有人在听我讲完拿佛珠之后 他就生烦恼 哎呀 我每天洗那么多碗 干那么多活 我没办法拿出 这个董老师这么一讲 就解了这些同兄们 刚好有 我叙述的一段话 产生的困扰 他及时反馈回来 我们一探讨 他的问题就解掉了 真的 我往往会听一个礼之后 他产生的 因为这段道理 他产生的困惑 或者他的这个 觉得烦恼 我操作不了 这个马上提出来就有好处了 那我们现在有那个 很小的那个 随身的拨 念佛机 有的那么小 像一个USB一样 他也可以随时放 那都是一种提醒 挂在脖子上 都在提醒自己 当然 挂着也是一个像 佛法是种食指 你挂着 最后他在那念 你还是打你的烦 那这个可不行了 这个都要自己 很清楚自己的情况了 好 我刚刚好像看到有 夏天的年轻人 有举手 谢谢董老师的提问 怎么好像放手了 放手了我们要随忍 不要强他所难 或者可能是 他可能有事下去了 没关系 这个可以再透过 这个群组 可以提问我们再来回答 那那个我们 这个传统文化学习班 这个回答问题 好像 第五个礼拜天 是六月三十号 六月三十号 好 这个刚好顺道问 那个 跟大家 宣布一下 好 那时间也过了 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万有 我们在下方 发现 优优独播剧 Lös 就是 并